粉丝们兴奋地期待赵路斯范斯今天会穿什么衣服 在前所未有的时尚和影迷展示中 充满活力的澳门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粉丝们聚集在华丽的凡赛斯宫殿 迫切期待中国女演员赵路斯在凡赛斯活动中的亮相 现场气氛火爆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气氛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赵路斯当天的服装选择 赵路斯以其无可挑剔的风格和优雅的举止而闻名 已经成为了时尚偶像 他与奢侈品牌凡赛斯的关联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期待 这场活动不仅仅是一场时尚展示 还是对赵路斯在粉丝中获得的巨大爱与支持的证明 大屏幕上显示着奥门塔的图像 营造出了壮观的氛围 既令人敬畏又与这一盛大场合相衬 粉丝们在支持方面做得更多 参与到礼物包装活动中 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照片 进一步扩散了活动的热情和兴奋 其中一种情感是 孩子们努力工作 强调了他们支持心爱偶像所付出的努力和付出 热情是如此的压倒性 以至于在活动开始前不到四个小时 凡赛斯澳门宫殿周围的区域就已经报告爆满 这一出现清晰地表明了 赵路斯的受欢迎程度和凡赛斯 在澳门举办活动的磁性吸引力 粉丝和旁观者不禁惊叹这一壮观场面 许多人认为这确实配得上在澳门举办的活动 这是一个以奢华和奢侈闻名的城市 增添狂热的是 凡赛斯商店的一名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赵路斯影响的及时效应 该帖子突出了这位女演员被发现携带特定凡赛斯包包的情况 这立刻成为与会者必备的物品 一位名为MEDUSA95的员工分享道 有人会来买赵路斯在凡赛斯携带的包 很多人看到他拿着这个包 忍不住 我打算买它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赵路斯的引领时尚潮流能力 还展示了商店在周末经历的顾客兴趣和销售量的显著增长 同样的 来自杭州凡赛斯商店的销售助理分享了他们的经验 指出赵路斯的存在和背书的强大影响力 任何看到路斯照片的客户都忍不住购买两个美杜莎二包 有太多像路斯这样的人 周末商店非常热闹 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澳门 而是证明了赵路斯在不同地区广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证明 随着一天的展开 赵路斯并没有让人失望 他身穿精致的凡赛斯装束出场 用他的优雅和风格迷住了所有人 这套服装融合了经典的凡赛斯大胆风格和赵路斯自己的精致美学 成为活动的亮点 给粉丝和时尚爱好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澳门举办的凡赛斯活动 不仅仅是奢侈时尚的展示 它是品牌与品牌大使之间共生关系的庆祝 是影响力的力量的证明 也是粉丝支持无止境的一天 网易二水寒游戏与莲花塔联动互动体验 联塔续集开始拍摄的公告让原剧粉丝们兴奋不已 成义和其他原班人马的回归更是激起了一波热潮 联塔的播出曾经引起了巨大轰动 续集的消息再次点燃了观众的兴趣和期待 尽管第一部已经结束 但这部剧的魅力依然存在 显示出其持久的受欢迎程度 以及观众对角色和故事情节的强烈连接 成义由于时间冲突可能缺席续集 最初引起了粉丝们的担忧 然而 他和其他原班人马的回归确认了制作团队的决心 以保持续集的连贯性和真实性 成义在原剧中的表现 很可能对该剧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回归是激发续集 兴奋情绪的关键因素之一 将网易的在线游戏 泥水寒与莲塔结合起来 进一步扩大了该系列的影响力 通过为玩家提供与角色互动并沉浸在联塔世界中的机会 这种关联出现为粉丝提供了一种创新且引人入胜的体验 玩家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如COS角色扮演和面部制作重新创造系列中的角色 为他们与故事的连接增添了新的维度 在粉丝社区中培养了一种拥有感和创造力 在游戏中创建一个联塔续集的概念反映了跨媒体叙事的增长趋势 及故事跨越不同形式的媒体和平台 这种方法不仅扩展了联塔的宇宙 还通过提供多个进入故事世界的入口 加深了粉丝的参与度 通过模糊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 游戏为粉丝创造了一个积极参与塑造叙事 并表达对该系列的热爱的空间 对续集的高期望凸显了制作团队面临的压力 他们必须交付一个值得期待的续集 以延续原剧的成功 在保持熟悉感和创新性之间取得平衡 续集必须捕捉到使原剧备受喜爱的精髓 同时引入新元素以保持观众的投入 此外 游戏和系列之间的合作为 跨促和协同营销策略提供了机会 通过利用联塔和泥水寒的流行 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吸引新观众 并加强两个属性的粉丝基础 通过协调的宣传活动和互动体验 合作最大程度地提高了续集发布的影响 并增强了整体品牌的可见度和认知度 随着续集的拍摄开始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制作过程的更新和预告片段 幕后花絮 演员采访和预告片将有助于提升期待感 并在续集首播前积聚动力 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投入 加上粉丝的热情支持 凸显了联塔的重要性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但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剧粉却可以尽情发挥想象 让莲花楼续集正式开拍 诚意等原班人马悉数全回归 原来 3月21日 网易旗下知名国风网游逆水寒 正式上线了和莲花楼的联动 双厨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拍剧 整活 这次联动中 首先就是外观大放送 逆水寒一口气上线了莲花楼 6套联动外观 包括李湘怡男女同款建议红酬 方多病同款男装公子多酬 迪飞升同款男装金渊纵横 乔婉免同款女装婉免芳华 角力乔同款女装男乔丽颖 玩家可以任选二款免费领回家 领到外观后 玩家马上玩起了莲花楼COS 有人装扮成了角力乔 和电视剧中几乎一模一样 还有玩家穿上乔婉免的联动衣服 直接梦回童年女神王雨嫣 而且和剧中乔婉免的造型夜市相似度高达百分之百 在歌舞一曲 是不是莲花楼里你熟悉的身影呢 早就有逆水寒玩家捏出了诚意同款捏脸 再配上这次联动时装的话 等于直接复活了诚意版的李莲花 再也不用担心续集里没有诚意了 总之联塔续集开始拍摄的公告 标志着该系列传奇的一个激动人心的篇章 将网易的在线游戏《泥水寒》与之整合 为粉丝参与增加了一种创新维度 而游戏与系列之间的合作 则提供了跨促和协同营销的机会 面对续集的高期望和期待 制作团队面临着一个挑战 即要交付一个值得期待的续集 同时保持对原具精髓的忠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